早晨,今天我想說400萬的房子 究竟可以買哪裏呢? 因為我現在在找一個400萬 或者500萬房子的物業 我現在在找如何投資 我想說,我看以前的視頻 原來我講的Motivation是沒有人理我的 沒有人care about motivation 但是我上一次說 我買第三間房子 居然有多很多視頻 人們留得久了 還有有share的公然 那我就決定了 我今次就開始說你們想聽的東西 就是買樓應該買哪裏 我現在就在看不同的地方 我看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我公司附近的 側如沖 第二個就是 余景灣 入場的門檻比較低 而第三個 我剛剛找到 就是屯門 我也看過荃灣 待會有機會我會share 一些中原apps的 一些畫面 讓大家可以 更加多 實用的資訊 可以幫得到你們 好了,我想說說 我的發現是什麼呢? 第一個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打算門檻低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看一些離島 然後我就去了 余景灣 發覺很喜歡 租金是很低的 大概 11,12元左右 而他買的時候 樓價大概是 480萬左右 400多呎 我很喜歡的 我打算 如果我要買一間屋的時候 買在那裏 因為 400多萬 入場的門檻比較低 還有租金都好像還可以 都是收回1,2元左右 然後我又再想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 投資地方呢? 還是我應該買一些 新的 單動樓 一些新建的 好像最近 香港仔 在阿巴甸那裏 建了一棟單棟的 物業 100多個單位 Handerson Handerson property 建的 440萬 但是只有100多呎 是不是一個好的 投資的選擇呢? 我又在想 在中原的 Apps那裏看 然後我就 滾了去屯門 因為以前 我也有去過屯門 我又發覺 屯門市廣場 都吸引 因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他的 入場的門檻 是400多萬 430萬 至480萬 都是很適合 我的投資預算 第二 我看回他 那個 成交的價錢 在2016年的時候 他們的赤價是9000元 但是現在已經是升到15000元 我對比 余景灣 如果我也是付 萬多元 我也是付 400多萬的時候 他的升幅是什麼呢? 他升幅是2016年的時候 是9000多元 而現在 去到2021年 都是11000元左右 你會看到 升幅的差距 是很大 你會問 為什麼 很簡單 主宰價錢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 需要 屯門的需要 會比余景灣多很多 我猜 大家聽就聽得明白 之後 我會想 究竟我的回報 是誰高一點呢? 如果大家都 400多萬 誰拿到高一點的租金 第一 第二 我把那塊錢放在哪裡的時候 我未來增值的機會是高一點 我們會看到 其實余景灣 將來再有不同的發展 或者突然間 很大的 需要改變的機會比較小一點 但屯門可能是越來越多人想 上車 無論他是回市區工作 或是他回大陸工作 那我會覺得 比較好一點 我嘗試不想做那麼多分析 因為我不是一個分析員 大家喜歡聽 我告訴你 而我最後 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我要說 Motivation 因為 Mindset 是一個backbone 如果你 你面對到difficulty 你的mindset 你自己和自己說 可以 還是不可以 其實就決定了你 究竟是不是繼續去 嘗試 繼續在失敗裡面 繼續向前 就算我講多少skills給你 都沒有用 因為 有時候 你有自己的困難的時候 其實你要自己才能解決得到 而我 只能給你一個 很表面的方法 到最後 究竟行不行得到 是很靠mindset 所以為什麼我從頭到尾都講 Motivation 都講mindset 而不講 一些technical skills 因為skills 你只要over time 你肯繼續做 你肯繼續試 你相信你可以得到的話 你是會有的 但是mindset 我不講給你們聽 這個世界是沒有人告訴你 那麼 我到最後 我想完結了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就是 為什麼我轉回頭 去講物業 因為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but I tell you what you need 你需要的 你想聽的 可能是一些物業的資訊 以為可以幫到你 但你需要的 是一個 很強的 inner talk 你跟自己 說 你面對 困難的時候 你被人排擠的時候 你被人 批判的時候 你怎樣面對這些東西 你繼續向前 我希望可以幫得到你 今天我講得不錯 拜拜 拜拜